出現在紐約曼哈頓的唐人街 你看那個畫面當中 哇 這個以前我們看到的是 排隊領口罩的人 排隊等著要治療的人 從前面看不到鏡頭 現在竟然出現了超跑 武漢加油 大陸加油 中國加油 看不到鏡頭 不是武漢 不是超跑 是超跑群 超跑群 對 而且這個時候我想美國 應該也不能群聚了 好 那到底為何他被罵呢 那不是好事嗎 原來很簡單 我用一個簡單的邏輯 觀眾朋友就能夠理解 這就好像有人家裡 發生了不好的事情 你穿了大紅大紫的衣服 去他家說 哎呀 節哀啊 節哀的感覺 就是一樣的嘛 這我就也不用多說 而且他也凸顯了 中國的貧富差距 我在這邊正沒錢 沒資源 沒糧 沒人在抗議 你呢 卻是大紅大紫的 超跑排滿街 然後跟我說 武漢加油 中國加油 早然當然不領情了嘛 他們就說 這心態是異於常人 但我們也平衡的講 不管怎麼樣 他說我這些富二代 就是愛國車隊嘛 怎麼樣呢 好 大家自己去評論 那但是呢 下面這個我是覺得 其實蠻有趣的 雖然呢 它引起了大家的論戰 但是其實也真的 這個出發點也還是不錯的 哪裡呢 中國的重慶有一處小區 它出現了一個 五公尺長的消毒隧道 一聽就知道說 這是好事嗎 對不對 為了要消毒嘛 但不過這些小區回去的人 當他們穿過了這個 五公尺隧道 被噴了消毒液之後 有人發現 影片當中有玄機啊 來 觀眾朋友 我們一起來 大家來找查 你覺得這玄機在哪 玄機就在那個消毒隧道 他們說 跟養豬的養豬廠用的是同款的 它 那怎麼回事呢 就你為什麼要拿養豬廠的消毒隧道 就幫助消毒用的隧道 來給人用呢 結果後來啊 大家一聽也覺得 蠻有意思的 就去探查背後的原因 惠敏 結果後來他發現 其實這idea是誰給的呢 是這個小區裡面的一個住戶 他剛好是畜牧科學院的院長 所以他有這個管道 能夠用便宜的價格 一萬五人民幣而已 就去弄到這個 然後再噴了這些消毒液 所以你說 雖然是用豬的消毒隧道 但是可能利益也是良善的 但有人就覺得 肝一定愛 人家的用一樣的 好 那但是現在 肉都用垃圾車載了 你還計較這個 對 所以我就說這個很有趣 這則新聞是蠻有趣 因為你說誰對誰錯 這也好像也沒什麼對錯 那這個就有錯了 為什麼呢 有一個台商 他是文創的CEO 他這個是專做有錢人生意的 他就出來爆料了 他說 沒想到在武漢肺炎的抗疫過程當中 竟然有出現了 有錢與沒錢的差別待遇 對 慧敏我告訴你 他既然講 他說有錢都沒死 死的都是低端人口 怎麼說 我們來看看 他說呢 他有一個朋友去關二代 然後結果他因為去醫院 不是他 是他的朋友關二代 去醫院探病的時候 不幸中了 中了之後呢 那是不是應該要重點收治隔離 對不對 沒有 他竟然呢 是在家裡頭 然後等待專人派來的醫療團隊 給他好的藥 給他好的看顧 第一 你沒有去重點醫院收治 就已經是特權了嗎 第二醫療團隊到你家 然後第三 他就是標準的跟著黨 黨就給他榮華富貴 黨就給他特別的照顧 那不管是誰給他榮華富貴 這是差別待遇 慧敏這是差別待遇吧 不公平嘛 然後呢 他還沒 他講還沒 然後治療這14天這裡頭呢 他們還發現有些人呢 他們竟然還有避難山莊 還有養牛豬 羊雞 種菜 可以自己自主隔離三個月 他說還有他山東的朋友呢 有移民護照全家都直接回澳洲 你有沒有發現 我講的這幾個 都讓你看出 沒錢的人跑不掉 等著被抓 有錢的人不用出門 也能得到醫療 但是跑不掉的要吃東西吧 一顆高麗菜之戰 在湖北笑感太大了 為什麼呢 有人趁機發災難財 顆高麗菜 貴桑桑的賣 結果有住戶說 我有本事找到賣便宜的人來賣 結果賣便宜的來被警察抓 這是怎麼回事呢 難道這個時候 我想要不漲價 賣給大家當做做愛心 我也有事嗎 好 就是難怪會很多人現在看到這個 中國的這個網友 大家都怒了 覺得說很多事情 中國的新聞都是假的假的 甚至連副總理出來巡視的時候 也忍不住怒火 假的假的